女孩走过桥洞 身边无数人的目光朝着她看去 好心的路人上前安慰 就在她一脸懵的时候 看到了贴在墙上的纸条 上面赫然是她的日记 里面记录着她被男友甩后死缠烂打的话 小美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做的 卡尔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争骨她了 先前更是过分地将她的衣服捐给了福利院 只不过都被小美还了回去 不但引来小猫使得卡尔过敏 还将她一手送进了看守所 而两人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将对方赶出这间房子 看着小美郑重的神色 卡尔也意识到 自己侵犯小美隐私这件事确实做得有些过头了 先是做了道歉 后又解释到 自己因为被抓进派出所 导致流失了大批的客户 小美听后也感到了羞愧 于是两人商量暂时停战 可你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吗 接着往下看 卡尔为小美倒上红酒 出于对卡尔的警惕心 她将酒换了换 确定没有问题后 小美放心地吃起了食物 可卡尔在这时却告知她 这道菜可是当地最出名的马肉 要知道在小美的家乡吃马肉可是禁忌 卡尔正是得知了这一点 伴随着小美扔出食物 一场大战随即打响 很快警察接到邻居报警 一回生二回数 解释清楚后两人被放走 经过此事他们也消停了很多 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话 前段时间的打闹更仿佛是在给两人的相识奠定基础 卡尔澄清先前给小美吃的并非真正的马肉 听到这些后她如释重负 卡尔给她的印象也在无形中发生了改变 两人跑到阳台 边喝酒边吐槽对方的缺点 彼此都没有生气 反而异常地轻快 次日清早 小美提前醒来 闲熟地收拾了房间 等到卡尔睁开眼 不敢相信地打去道 接着她发出邀请 一起打卡朱利叶的故居为罗娜 不过作为答谢 卡尔需要带她参加城里最大的酒展 由不得她同意或是拒绝 望着密密麻麻的童心所 小美将自己对另一半的期许挂了上去 又来到朱利叶的办公室 卡尔好奇 为什么到现如今 还会有人替一个死了800年的虚拟人物回心 望着小美不善的眼神 余下的时间 两人欣赏了落日下的余晖 体验了当地出了名的热情出租车 海边也吹弹心 彼此的关系也在前一幕话中发生改变 可正当两人即将踏入爱河的时候 一个女人的出现打断了她们的节奏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Bye